大家好,欢迎收看GoMarkets每日财经快讯 今天我们热点话题着重给大家说一下 拜登当选之后,美国股市到底会不会打跌 那么相信各位朋友在上周五都已经知道 美国国会最终是通过了对于拜登当选下一任美国总统的一个认证 至此以来,11月美国大选到现在为止 接近于两个月时间的折腾之后 特朗普是终于承认了失败,是落选 那么拜登最终将在一月底宣誓就职成为下一任的美国总统 那么拜登上台之后到底会和特朗普之前有什么巨大的不同呢 那么我们说到对于一个国家的治理来说 总体来说就像我们玩游戏一样 三国游戏中无非就是外交、内政、经济、军事等等这几个大的方向 那么今天我们趁此时间给大家简单来说一下 到目前为止,拜登当选之后 他所宣布的将会在这些大的方面有所不同的具体表现 首先说到外交方面 拜登当选之后他所宣告的一个重大的改变就是美国回归 那么相信收看我们影片中很多中老年 也不能说中老年 就是有一定年纪的观众朋友们一定知道 中国之前有一部电影叫做《闪闪的红星》 里面有一个地主就是胡汉三 他说到我胡汉三又回来了 那么这个拜登在这次当选之后 他说到呢 我当选之后美国将会重新回到以前的世界舞台 就是我美国又回来了 他这里指的美国回来 具体就是说将会重新回归到特朗普执政之前 也就是奥巴马执政时期的一些大的外交策略 具体来说就是与欧洲盟国 包括澳大利亚加拿大和这个英国之间相互尊重 相互协商的一个关系 尤其是呢和德国之间的没有关系 因为我们知道在特朗普执政时期 美国和德国的关系呢一直搞得比较僵 那么除此之外的话呢 美国还将会大力的增加国际援助等等等等 就是之前奥巴马时期 他所扮演的一个这个世界 我们说是世界模范的角色也好 世界警察的角色也好 他将继续扩大 那么除了外交上最重要的其实呢 就是内政上的不同 说白了呢 最大的差别其实呢 我们抛开这些福利呀 或者说是其他的这个美国医疗 这些不说 拜登上台之后他宣称 将会在任期的前100天之内 努力通过一项关于在美国 一些特别重要领域实施强制戴口罩法 这么一个法律 那我觉得呢 这一条其实呢是相当之重要 因为它可以挽救成千上万人的生命 大家也许不知道 现在美国的疫情已经糟糕到一个非常严重的地步 每一天死亡人数大约是在3800人到4500人之间 这是每一天啊 可不是每周 换句话说 美国目前新冠的确诊人数 包括他的死亡人数 约占全世界的四分之一 应该来说 由于特朗普时期啊 这个对于疫情故意的淡化其危害 导致了美国的现在疫情泛滥 应该说比第三世界国家 甚至于比非洲国家还要惨 那我们其实呢 如果把时间拉回到一年之前 在2020年的1月份 当时民意调查显示呢 特朗普的民意支持率高达了60% 当时美股也是创下历史新高 大家都预计特朗普呢 会再次当选美国总统 但是呢 从这个1月份到11月 短短的10个月时间里面呢 这个美国的民意调查 对于特朗普的支持率就下跌了这么多 其实很大的两个原因就是 一特朗普对于新冠的危害度 以及对于口罩的 戴口罩这个条例 一直呢是持有否定的态度 导致很多人的伤亡 第二就是呢 当时美国警察对于一个美国黑人 膝盖窒息压死了之后 特朗普对其的态度 以及对随后发动很多游行 以及示威活动的一个态度 引起了很多人的反感 所以说呢 特朗普在短短10个月之内 把第二任的总统宝座是拱手让出 但是毫无疑问的是呢 虽然说我们知道呢 不论是拜登上台也好 特朗普上台也好 在经济方面 两者的差别并不会太大 因为呢 现在美国经过2020年 一整年的这个摧残之后呢 2021年的经济 需要更大的支持 才能避免崩溃 所以说不论是特朗普上台 还是拜登上台 都会实施大规模的经济刺激计划 加上呢 美联储的量化宽松 届时呢 这个美元将会持续在市场上泛滥 所以说拜登上台之后 其实呢 在经济方面和特朗普 应该不会有太大的差别 无非就是钱多 我们说的刺激方案中的 钱多和钱少而已 但是在外交和公共卫生上 这两点会有巨大的不同 尤其是在公共卫生方面 我觉得呢 由于他将会实施 或者说推行戴口罩方案 光是这一条 就可以拯救很多人的性命 那么再来说第二点 就是大家所关心的 这拜登上台之后 会不会大家市场会觉得 政策改变很大 导致呢 美股暴跌 那么对于这一点 我个人看法是 不会 我非但不认为美股 在2021年会下跌 我还觉得它会继续上涨 那么其主要原因也是 我有我刚才说到的 主要的四个字 就是美元泛滥 任何一个东西啊 它一旦多了之后呢 它的价值就会下降 那么在2021年 为了拯救美国经济 美国的这个政府 将会实施大规模的开支计划 也就是几三万亿到五万亿 不等的一个开支计划 当然了 钱不够 那就是要举债了 发行美元债券 第二 就是美国的央行 也就是美联储 继续将会每个月实施量化宽松 也就是印钱计划 这两者加起来 在市场上 这么多的美元 流来流去 大家想 会去哪里 你说三万五万 无非就是存个银行定期 买个基金什么 但是三万亿和五万亿美元 毫无疑问 这么多的钱 是不可能待在银行 资本呢 它是逐利的 它追求的是利润的最大化 因此 哪个地方赚钱 它就会到哪儿去 我们看到 为什么比特币价格 冲上两万之后 短短两周时间 居然达到了三万四千美元 你说比特币真的有用吗 我个人觉得没有什么太大用处 我觉得它现在的涨幅 那完全就是一个泡沫 但是明明知道 所有人都知道 这是泡沫 为什么还有这么多的资金冲进去 本质上就是 利益的追逐利益 以及贪婪 因为它可以一天涨10% 一天涨20% 因此 没有任何其他一个产品 能够像它这么连续的 多天的上升 所以很多人愿意 就此搏一把 赌一下 我个人是严重的 不支持这种操作方式 以及投资策略 我喜欢做有把握的事情 或者说 我对于这个产品 有了解之后 我才敢信 这个投资 或者说是 买入 那么对于比特币 这个虚无缥缈的东西 我个人并不是特别看好 它的大涨市币 就会带来潜在的 随时的大跌 所以说 在我刚才的话题总结来说 不论是特朗普上台 还是拜登上台 在经济策略上 两者不会有太大的差别 2021年的总体策略 依然是以量化宽松 加上大规模的政府开支 大心土木 拉动就业 这几点 不论是共和党和民主党 都会这么做 唯一重大的差别 就在于公共卫生 以及外交方面的差别 所以在这未来的12个月时间之内 大家依然可以重点关注 美国的大盘指数 包括我们说到的 以美元来衡量的其他商品 因为随着美元的价值逐渐衰弱 以美元来衡量产品的数量 它的标价的数量 价格的数量也会就此而上涨 好了 感谢您收看今天GoMarkets 每日财经点评的热门话题板块 我们下期节目再见